11月14日是第五屆世界窮人日 淡濟家蒙姆姓舞堂舉行二賣籌款活動 当日二賣的物品包括由澳門名外姓女司公曬家之家的 遠有親手製作的曲奇及首繩 也有來自本地企業的口罩 有份策劃這次活動的Angelo表示 活動在過去幾年都以售賣簡餐或者食卷的方式 讓教友感受頻繁的意義 今年改為售賣本地不同機構的產品 希望將教會的人外精神傳播到社區 我們都嘗試去找一些澳門的企業 大家看到背後有853的口罩 都是我們嘗試去敲他們門 他們很慷慨地捐贈出來 都將我們這個層次提升了 不只是個人的層面 都將我們仁愛或者慈善 幫助窮人的意義提升到社區的層面 讓整個澳門的社會可以出一份力 去為窮人做籌款 這次二賣所籌得的善款 將會用作捐助教會社福機構